菩提本飞树,明镜亦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?这句禅宗公案,深含着对世界和自我认识的智慧。它启示我们,真正的觉悟和平静并不来自外在的追求或物质的累积,而是来自内心的清明和自我了悟。 在纷扰复杂的世界中,我们常常迷失在外在的诱惑和烦恼之中,忘记了内心的平静和本真。真正的平和并不在于追求外在的物质财富或地位,而是在于对自我内在世界的洞察和理解。 当我们放下外在的执着,转而关注内心的平和与清明时,我们便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。 所以,活法的引导在于,回归内心,寻找那份超越物质的宁静与智慧。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,保持一颗平静的心,关注当下,洞察内心,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和解脱。 这才是引领世人的智慧之道,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践的活法。